素食? 食素,素食有什麼含意? 第一,食素我們沒有宗教問題 純粹在健康為主 如果宗教問題,很多人就入了一個誤區 嘩,我吃齋,有些叫熬心 你不清食,就修行的心 那你真的這麼清食嗎? 你的米都內儲不淨 你種米的時候你要奸地 奸地殺多少生命? 你內儲都不乾淨 你素食真的這麼清淨嗎? 還有你一個傲慢心 以為我這個人一等 我好含詞,全部錯了 詩素和詩齋不同 齋和素,詩素不同 詩素,我是純粹健康理由 我保持一個星期,自己喜歡 我用星期四,我跟泰國的 或者你每個月生日那天,你詩素,我健康理由 你不管有沒有功德,你都自己有那種力 世間那天的傷害生命的殺業沒有你份 但詩齋不同,詩齋不一定是素食的 不一定是素食 詩齋齋就說,泰國和尚八關齋戒 他一到十二點後中不吃東西 但他出來拖鋪的時候,人家倒什麼下去,他吃什麼 有牛肉,有豬肉,有盛額 他的鋪 他不一定是倒素給你的 所以泰國和尚以前有些人害他 那些素味未清 你為了徒情就出家 他那個過去的女朋友呢 偷你出來拖鋪 他特意煲滾湯 倒進你的鋪裡 不然你整天手起水泡 你不敢調鋪的 因為出家人當鋪是要去保護生命一樣 那個法器不能丟掉 你唯有死人 忍到整天手起水泡 所以這些業債都未清 你為了我做和尚徒情 算素以前的東西不算 那女朋友來害你 這樣也會死的 但我們通常如果不吃素 平時吃東西我們先祝福 一坐下心自己說 譬如他們說我那四句話 指國行成慈悲 為官員起無常無惡 說幾遍 祝福生命 以後不要給人吃 又感謝大自然賜的食物 我修行功德和你的生命分享 那就化解了 化解了那種恩怨 今天時間夠了 下次再繼續 拜拜